今年9月份的时候 许家印公开承认 代表恒大集团全部兑付欠老百姓的钱 可是我们后面并没有看到许家印有什么作为 反而我们看到的是恒大的部分高管偷偷的卷钱跑路了 许家印创立恒大20多年 要说他没有给自己留下一些后路 那是不可能的 说出去谁敢相信呢 那么许家印到底在海外藏了多少钱 现在恒大一主高管跑路 他们为什么不拿一些钱出来 给恒大做急救呢 在这些事情的背后 究竟有什么我们不为人知的秘密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作为恒大的董事长许家印是非常有钱的 他个人以及他家里共持有着70%的恒大股票 这些年来因为房地产行业的发展非常的厉害 所以恒大每年的比例分红早就已经超过几千亿元了 那么许家印这些年赚的这些钱 到底都到哪去了呢 他会不会像马云一样通过基金会把自己赚的钱 全部都转移到了别的国家去 根据恒大前几年海外发布的消息来看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恒大目前已经全部支付完恒大海外的高利息贷款 而恒大海外的高利息贷款购买者 几乎都是许家印本人 目前根据统计 我们可以知道许家印本人在香港 有几座价值超过十几亿的豪宅 在恒大出事以后 这些豪宅就已经全部转到他的私人管家 唐海君名下 目前这些就是许家印在香港的资产 那么他在海外的资产又有多少呢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在股票市场中 恒大的股价已经暴跌了20%了 之前恒大通过他们的官方网站 发布了一个违约公告 这个公告是压倒恒大的最后一根稻草 现在恒大的整个局势都漂泊不定 如果恒大的股票 一直在股票市场中持续暴跌的话 以后恒大再拖欠施工尾款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通过他的股票市场套现 偿还他拖欠的施工尾款 看到现在许家印和恒大集团身无分文的样子 不仅让我们想到7月份的时候 许家印作为一名知名的企业家 受到国家的邀请参加天安门庆典 许家印能够参加这个天安门庆典 不知道有多少和他一样的知名企业家羡慕 因为他们想要登上这个庆典 都根本没有机会 那时候的许家印在企业家当中 可以说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可是被捧得越高摔的时候就越痛 那时候在天安门盛典上的许家印 可能想都想不到 过几个月之后 恒大居然会面临破产 而且他更不可能想到 他亲手创造的帝国 居然在短短的时间内 可以崩塌的这么快 许家印在参加完盛典之后 广发率先宣布冻结了恒大的地产 并且还要求恒大提前还完欠广发的钱 那时候就算是恒大不愿意提前还款 他也不得已必须要还款 现在看到恒大的这种局面 我们不得不说 广发那时候真的是很有先见之明 虽然广发和恒大合作了这么多年 广发不是私底下通知恒大还款 而直接发布公告 这样子对于恒大来说是有点不留情面 但是广发是第一个从恒大拿回钱的人 在广发发布了恒大欠款的债务消息之后 恒大陆陆续续就出现了目前他们正在施工的房地产项目 也有欠款的情况 恒大一直拖欠着这些房地产项目的钱 所以恒大有一些房地产项目 现在已经从施工的情况变成停工了 之前给恒大借钱的一些银行 才发现恒大的目前情况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现在的房地产行业几乎都在流传 恒大快要倒闭的消息 现在信息时代非常的发达 只要有一个消息传出来 就可以迅速传遍到全世界 恒大在这样的情况下也在想尽办法筹集资金 并且还清目前他们欠的一切外债 可是因为之前恒大已经花了太多的流动资金了 现在恒大的漏洞越来越大 他们根本就补不动 无奈之下 恒大只能把目前他们旗下的一些资产全部变卖掉 恒大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集团 大家心里都清楚 就在他们变卖自己资产的时候 还特别不老实 一而再再而三的搞小动作 在最后和商家谈论资产变卖结果的时候 还是谈判失败了 就在恒大慢慢的想要把他们旗下的所有资产卖掉 来还清他们所欠的外债的时候 越来越多 因为恒大欠款的债主们都上门来向恒大讨债 恒大面对这些上门来讨债的人也是没有任何的办法 因为恒大目前确实没有钱拿出来还清这些债务 而且他们欠的这些钱非常的多 在没有任何办法的情况之下 恒大把这一些事情都转移到了广州 对于恒大来说 不用自己面对这些债主 确实给他们之后的工作减少了不少的麻烦 但是有一些债主他们并不在广州 如果他们想要从恒大拿回欠他们的钱的话 还要跑到广州 这是非常麻烦的 对于他们来说 最重要的是他们就算跑到了广州 也不一定可以拿回恒大欠他们的钱 就在大家以为恒大的危机已经解除的时候 恒大自己内部人员又给恒大补了一刀 恒大的第二大股东下海军 勾结恒大的一部分高管 将目前手里持有的恒大所有股票进行出售套现 与此同时 恒大的董事长也换了人 从许家印变成了赵长龙 那这个赵长龙到底是谁呢 好像在恒大新闻中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个人的名字 他为什么愿意帮许家印收拾这些烂摊子 其实赵长龙就是一名非常出名的老赖 许家印让他来替恒大擦屁股 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许家印的这种做法 他也不是第一次弄了 其实在商业圈中也有人曾经用过这种方法 来帮助自己快速脱身 许家印不会是最后一次使用这种方法的人 就在很多人都猜想 许家印会不会像罗永浩一样 看到恒大快要不行的时候 直接把他的董事长位置让给了别人 只要把他手里的这摊烂事转让给了别人 他就会马上消失不见了 现在许家印的做法和当时罗永浩的做法 有着非常多的相似之处 恒大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 在即将没有办法挽回的时候 许家印就效仿罗永浩的做法 如果再慢一点点使用这种方法的话 可能就会被国家限制高消费 一旦被国家限制了高消费之后 就没有办法乘坐飞机逃往海外 现在很多人说到恒大的状况的时候 都拿许家印的事情出来开玩笑 说上有赵子龙七进七出救小主 下有赵长龙临危受命救许家印 赵长龙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确实有一些手段 在我国的老赖排行榜上赵长龙名列前茅 他被国家强制执行案件高达十多件 现在就有人怀疑赵长龙 是不是专门帮助一些企业 处理后事的老赖达人 反正现在赵长龙欠的债款这么多了 而且他现在欠的这些钱 就算进入棺材了 也不一定还得清 多欠几个也没有关系 其实大家对于赵长龙 并不是非常的关心 人们关心的就是恒大把赵长龙推出来 到底是为什么 现在恒大官方网站公布了 由赵长龙来担任他们董事长之后 就说明现在许家印和恒大 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 就在这种情况之下 大家不用猜都知道 恒大肯定是已经坚持不下去了 要不然作为恒大的第二个主心股 下海军 为什么会带着恒大的这些高管 在恒大这么危机的时候选择跑路 而许家印作为恒大的董事长 为什么又在这一个时候选择变更身份呢 就在前不久 恒大又被爆出了一个惊天大消息 目前恒大有将近400亿的外债 没有办法还清 目前恒大欠的这些钱 已经牵扯到了几乎所有在恒大理财工作的员工 最过分的就是恒大的这些员工 基本上都和恒大的这些客户一样 为了找恒大拿回属于他们自己的钱 非常的焦虑 就在这个时候他们才知道 恒大财富原来早已经被恒大的高管 和许家印的妻子给兑现了 这时候人们要求恒大出来给人们一个说法 恒大的高管在被迫无奈之下 才出来解释说 他们提前兑换这些钱 是因为家里有事不得已才兑换的这些钱 不然他们根本不会动用恒大财富里面的产品 恒大高管的话又有多少个人信呢 难道到我们群众的眼睛都是被蒙蔽了吗 只能说在这一系列的事情被曝光之后 恒大目前的情况已经是走到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了 现在有很多债主上门讨债许家印 许家印对于这些情况也是毫无办法 因为他不可能变现他手里的全部分红拿出来还债 许家印的本性就是一个万恶的资本家 他不可能把自己手里的钱拿出来还债的 但是他的表面功夫做得非常的足 他就把这些恒大财富的高管拿出来当做挡箭牌 他要求这些高管把他们兑换出来的产品 全部都兑换回去 还说会给这些高管非常严厉的处罚 至于是什么处罚我们大家就不知道了 现在恒大终于撑不住了 恒大对外宣布目前他们所欠的外债 他们没有能力偿还 现在他们正在制定一个对外偿还债务的方案 这也是恒大对外欠款的第一笔债务正式违约 从恒大近段时间发布的消息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恒大是真的撑不下去了 至于恒大之后的发展该何去何从 就看恒大的这些高管愿不愿意拿钱出来 帮助恒大渡过难关了 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看官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 这里是大牢探长 关注我 咱们下期再见